那這個時事大家也需要知道一下 就是民主基金會 台灣民主基金會做了一個民調 國人對於2022選後 內閣是不是應該總辭的態度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呢有24.7%的民眾 認為我非常同意 這個非常非常同意 我們的內閣要總辭 而且不能夠拖過過年 今年之內就要趕快總辭 然後還算同意的28.5% 其實這兩個加起來就已經超過一半了 等於說有半數的受訪者認為 內閣要總辭 蘇貞昌要下台 不要再賴著不走了 那沒意見的啦 不太同意的啦 以及一點都不同意的 相對就比較少 而且我們要看政黨的部分囉 民進黨的支持者有38% 民進黨的支持者 就有38.8%的人 認為同意 這個蘇奎 蘇內閣必須要總辭 必須下台 必須改組 那有42.4%的人不同意 那這個民進黨支持者的 38.8%當中 你知道哪兩個縣市是最多人的嗎 就是台南跟桃園 也就是原本 就是台南現在當然還是 民進黨在執政 但是在桃園的部分 因為已經換人座了嘛 所以這兩個縣市的 民進黨支持者是 非常非常同意 都超過六成以上 非常的同意 要蘇貞昌也要下台 然後內閣要改組 好國民黨那不用講啦 七成以上都覺得趕快走齁 民眾黨的支持者也有 百分之六十六點九是同意 這個蘇內閣要趕快總辭趕快走 百分之十四點七不同意 時代力量 你不是自己人嗎 也有百分之六十一的人 同意說蘇貞昌的內閣要趕快 怎麼樣 總辭下台 趕快換人 激進黨的支持者也有一半耶 同意說這個蘇內閣必須要在過年前 趕快處理一下 這個蘇貞昌到底得罪多少人啊 怎麼每一個政黨 沒有一個政黨 除了他自己的民進黨 還勉強稍微好一點之外 其他的有黨啊 感覺起來對他也並不是很滿意啊 還有呢 中信選民也有百分之三十三點四 認為蘇貞昌必須要 這個趕快處理一下 他那個趕快下台 趕快改組 鄭寶欽就說了敗選之後 隔盔下台就是慣例嘛 以前也都是這樣的 只有蘇貞昌賴著不走 那如果他賴著不走的情況底下 因為大家都很怕鐘擺效應 所以鐘擺效應是什麼呢 就是這一次 就是國民黨大勝 下一次大選的時候 噹噹就會掉到另外一邊 就會變成民進黨大勝 但是呢 這個 鄭寶欽就說了 只要蘇貞昌賴著不走 不管你民進黨2024推 誰出來選 那個鐘擺是不會擺回來的 這個 這個事情很嚴重 然後沈大佬說 蔡英文如果不叫蘇貞昌辭辭 那就是不愛民進黨啊 因為只有蘇貞昌離開了民進黨 整個民進黨才能夠重整旗鼓 大家都認為 大家都不斷的一直在講 蔡英文你有沒有聽到啊 換蘇貞昌啊 蘇貞昌你有沒有聽到啊 人家怎麼不滿意你 到底要不要下台啊 但是只有我們的郭正亮亮哥 他就說算了別想了 蘇貞昌留人的機率非常大 原因是因為蔡英文 他會怕震不住 不管換任何一個隔魁 他都會怕 所謂的震不住這個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新的隔魁如果太年輕 就是像他的男孩們 像文燦像佳龍這一種的呢 可能就會引發這個派系的爭端 如果是又太太年長的 太資深的 他覺得可能不太容易上軌道 因為現在的時事變化都很快 所以呢亮哥的分析是說 反正蘇貞昌大概就是 死住不怕滾水湯 會繼續一直做到2024年 好關於這個問題呢 現在在我們線上 跟我們加入我們這個討論的呢 就是民眾黨的發言人 漂亮的楊寶貞 寶貞早安 哈囉街坊早 還有所有的觀眾朋友 大家早安 我是寶貞 嗨寶貞 寶貞我剛剛 你剛剛應該有看到 你們民眾黨在這一次的民調當中 既然也有66.9% 等於就是70%的人 認為蘇貞昌 他應該要趕快把他的隔魁 他自己要下台之外 他的隔魁必須 內閣要改組 然後在過年之前 要趕快處理這件事情 寶貞你怎麼看 你怎麼看你們民眾黨 感覺 人家都說民眾黨是默綠嘛 對不對 好我這個直接講就是默綠 但是呢 不是不默了 不綠了是不是 但是顯然對蘇貞昌是很不滿意啊 對不對 我一定要先特別澄清民眾黨絕對不是綠的 一定要特別澄清的 那我覺得比較讓我訝異的是 除了在我們民眾黨之外呢 其實本來我們對於整個隔魁 還有對我們整個蘇內閣 其實本來就已經不是很滿意了 所以這個66%我覺得是可以去理解的 但我比較訝異的是在時代力量 跟台灣基進黨的部分 他竟然都是有過半 甚至到六成以上的一個同意的這個 希望隔魁還有包括整個蘇內閣趕快蓋住 其實這讓我是反而是比較意外的 但我可以跟大家講的是我覺得 這個蘇貞昌院長應該不太會下來 他甚至有可能真的就一路撐到2024年 為什麼這樣講喔 先跟大家提一點 在鄭文燦本來 這個鄭文燦前市長呢 感覺應該是非常有機會 可以來接任我們的民進黨的黨主席 包括在這個隔魁的部分 可是因為他的論文門的事件出來之後 讓他整個聲望大錯 他現在基本上必須去避風頭 他不太可能去接這樣子的一個位置 當然你說也沒有可能去其他的位置 是有可能的 可是對於接隔魁這件事情 可能就已經比較沒有機會 那這應該是有打亂的 就是蔡英文總統 他的一個步調跟節奏 可能原本想說 鄭文燦有機會啊 直接讓他補上去的話 那蘇貞昌就默默的隱退下來 應該是還可以 但問題是 現在鄭文燦如果不能接上去的話 到底還有誰 可以去接下隔魁這個位置 現在是一個非常大的問號 也是非常大的問題 再加上 蔡英文總統 現在基本上已經是一個 邁入了跛腳的時代 因為現在大家都覺得 賴清德可能是接下來要去 這個長重任的一個位置 所以變成如果 蔡英文總統在這個時機點 還把他的左右手 蘇貞昌院長給換下來的話 他到底還剩下什麼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他可能會覺得 那我這樣還可以繼續下去嗎 都已經跛腳了 還跛得這麼難看 我的左右手都去了 這樣還得了 所以這個可能是蔡英文總統 比較大的一個考量的原因 但是呢 你說即便好 蘇格魁如果不下來的話 會不會改組 基本上是會改組 但會改哪些人 這個就很關鍵 但以我自己來看的話 我覺得這個農委會的主委 陳吉仲主委有一點危險 因為最近在這個 我們的一些食品 像是一些水產品 然後有一些飲料 跟加工的食品 現在是禁止出口到大陸的 那這件事情 其實已經沸沸揚揚了好幾回了 那一直直到現在 其實大家都沒有得到一個 非常滿意的答案 好比方說 你說我要去跟WTO申訴 你到底申訴到哪裡去了 你申訴有用嗎 這是一件事情 再來就是 你每次都跟我講說 我們要降低 對這個中國大陸的一個 出口貿易的依賴程度 每次都這麼講 但最後呢 貿易的這個依賴程度 都是創新高的 那請問你所謂的南進政策 新南鄉政策 到底執行到哪裡去 一直都在空口說白話 然後時不時呢 可能就說 我要來10億補助給這些 農漁民啊 所以他有另外一個稱號 叫做陳時益嘛 那你就時不時 就是用這種大撒幣的方式 去做補助 但真的有幫助到 這些農漁民嗎 你實際的這個狀況 你並沒有去解決 但每次都用抗中保台 這個所謂的精緻招牌 來做一個包裝 這個久了 其實我覺得人民都看不下去 就是已經覺得 你怎麼還賴在那邊 所以前幾天 陳吉仲主委他曾經講過說 如果真的大家覺得 我要下台的話 那我當然是不留戀 一定走 我那時候看網友的一片罵聲 說你怎麼還有臉呆在那個位置上面 就大家就已經覺得很不滿意了 已經發生這種事情多少次了 但是我們最後都被禁止被禁止被禁止 到最後你到底做了什麼 其實這是非常大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在整個改組的過程當中 可能有一些人會弱嘛 但是蘇貞昌院長基本上很有可能 就是不動如山的進去坐在那個位置 我覺得我們可以繼續觀察下去 所以保真的意思就是說呢 其實就算蘇貞昌 其實我想走 但是蔡總統要我留 是這樣的一個感覺 可是問題是 除了他的這些內閣官員 你剛剛提到的陳吉仲 還有我們大家其實蠻不滿意的 一些像陳耀祥啊 這個薛瑞源啊 這些人 雖然很失格 他把這些人假設都換掉 但是蘇貞昌如果還在 隔魁的位置上面 那有差嗎 這個那個改組 有有有有 這樣有改 等於不是沒改嗎 保真你覺得呢 他的這個改的程度 就會讓大家覺得 你是不是這個 也沒有新瓶裝舊舊 因為感覺就是 如果這個頭他沒有下來的話 大家就會認為說 那即便下面的這些 可能部會手掌 你再怎麼換人 你換湯不換藥 因為你最後基本上應該都還是要聽蘇院長的話嘛 所以他那麼強勢的一個作風 就會讓大家覺得 那如果你不下來 你會不會以後是依然如此 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個比較有趣的地方哦 因為最近呢 我聽我們自己家的立委有提到 在立法院比較少看到蘇貞昌院長 那當然另外一方面是 即便他出現 他現在好像也客氣比較多 這是一個非常值得觀察的重點 當他發現他可能得更謙卑 不能再像以前那麼阿拔的時候 他有可能是真的希望可以趕快避風頭 然後度過這一段 可能讓大家比較質疑的一段聲浪 趕快過去之後 我就繼續當我的蘇鬼 繼續當我的蘇葵哦 他有可能是因為這樣 所以才把自己的一個作風去做了一個轉換 那就像我剛剛前面提到的 我們這個陳吉仲主委哦 還是一樣不斷的用一個比較強勢的說法 抗中保台哦 一定都是人家的錯 錯的都不是我們 像這種態度的話 一方面有可能他覺得自己 是不是快要沒機會繼續留任了 所以他覺得我就乾脆放手一撥 搞不好我用抗中保台這張牌 打一打我還有機會留下來哦 但他可能已經發現 自己是不是有點危險 所以他會做出一些 比較像側翼打手的事情 那我們可以觀察 到底他最後會不會留下來 但以蘇貞昌院長的一個態度來看的話 看起來他應該是有心想要留下來的 那他的說法可能就是 啊這個蔡英文總統啊 所以我當然是希望可以扛起這個重責大任 繼續的跟他陪伴走到2024再說嘛 可是這就像我們剛剛這神父熊大佬提到 難道說他真的不下來的話 這個民進黨到底 這個讓大家還能夠認可嗎 這可能會讓很多的民眾會認為 你是不是沒有真心的 為你的選舉的敗選這件事情 想要去負責任 想要去扛起一個重責大任 所以你才一直留在那個位置上 所以蔡英文總統才不讓他下來 會讓人覺得民進黨並沒有真心的去做檢討 再跟大家提一個 這兩天他們內部開了一個檢討會議 但裡面的會議內容其實並沒有真的很關鍵的提到 比方說像是防疫不利的一些事情 或是其他我們講到這個其實之前的那個柬埔寨的事件 其實也是讓大家非常的受不了 然後再來就是論文門 小智的論文門的事件 這幾個其實都非常的關鍵 可是在他們的一個檢討會議當中並沒有去提到 所以代表他們其實並沒有真的非常攤在陽光底下 認真的去檢視自己過去到底犯了哪些錯誤 才會導致民怨一直不斷的累積 如果他們沒有去把這件事情正式 把它剖開去做解析的話 那沒有用 然後再加上如果蘇貞昌院長 繼續留任在那個位置上面 我相信民眾最後都會覺得 你根本就沒有正式的做檢討 那這樣子我覺得到2024 在民進黨而已 謝謝保真 因為保真後面聲音有一點斷斷續續的 那我幫你講完 其實民進黨不是沒有認真檢討啦 是不敢檢討啦 對不對 就是真的檢討下去還得了啊 只有讓蘇貞昌繼續做 但是你剛剛提到這一點就是 他在立法院現在變得比較可期 哇 不得了欸 這個持續觀察下去 看他會不會哪天真的謙卑謙卑再謙卑 今天謝謝保真跟我們分享這些你的觀點 那也謝謝保真囉 感謝你的時間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有飲髮族 有兒童有孕婦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在快點購購買才是最划算的